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我想讲一单大陆和国际的搞笑新闻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好了 言归正传 第一宗新闻是关于台湾大地震的 我早前就报道台湾大地震之后 很多国家向台湾致以慰问 我就说大陆方面基本上都是展示善意的 谁知话口未完 中共已经玩事了 4月4日 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就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向台湾的灾民致意 你真是猜不到中共驻联合国代表锦爽 大家记得 爽哥 锦爽竟然代表台湾向各国表示借意 这宗新闻 我第一个反应是 这样也可以 人家慰问台湾而已 你代台湾向各国致借 即是怎样呢 即是利用台湾的灾难乘机抽水 找个机会在联合国就表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即是怎样呢 即是台湾都是中国一个特区而已 现在台湾特区有灾难 未来呀未来呀未来呀未来台湾特首小马哥 刚刚在大陆就等着他的苹果哥 所以就由中共啊 锦爽就代表了 多谢世界各国的慰问 用学术的形容词呢 这个就是利用台湾的灾难去进行国际认知战 希望就令那些万无国家 以为台湾现在已经是中国一部分了 我前面说的这种行为学术上是进行国际认知作战 如果用一般市民常用的用词呢 是吾知丑 这件事呢 台湾当然就呱呱叫了 那谁叫台湾在联合国就没有代表吗 台湾外交部就形容了 中共所做的事是无耻计算 民进党就形容中共的行为是虚伪令人嘔心的 趁着台湾有灾难食台湾豆腐 各位我曾经出片讲的 我跟大家宣示 我对贵丽内老师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 所以如果以后贵丽内老师有什么不舒服 头昏伸气的 各位粉丝慰问他的话 我都会像爽哥那样的 代表贵老师多谢各位粉丝 如果有人说我这样是不知丑 我就反驳了 喂不是啊 这些叫大国风范啊 我是正当宣示主权的 多有型啊 3月12日印度就在中共宣称的藏南地区 就建了一条色拉隧道 正式通车当日 印度总理莫迪还亲身出席主礼 早知这样啊 中共可以在联合国安排几个非洲兄弟国家 祝贺中共藏南的色拉隧道通车 然后中共就可以向这些国家致借了 这样就显示藏南地区是中国一部分了 这招绝了吧 为什么中共当日这么笨的呢 没有出这招 我看来啊 这个紧爽一定是蛇王 去了爽爽 所以就没有出这招了 或者同样是吃豆腐 吃台湾呢 当然没问题的 想吃印度的咖喱豆腐呢 中共显然不够僵了 都是吃台式老水豆腐安全点 第二单搞笑新闻呢 是中共的票房保证不惊的 最近有一部新片上画 哇厉害啊 正式上画第一天 大陆票房创出一个惊人记录 你真是猜不到啊 战狼不惊啊 不惊劲的啦 参演的电影上画首日票房 是143元人民币 大约155元港元 我第一眼看到这新闻呢 我真是有点不信啊 一再查一下 大陆媒体奉传这件事 似乎就不是香港人 惡搞吴京啦 吴京这部日收430元 人仔的大制作呢 片名叫做《零度极限》 大致上讲一个滑雪的选手的 勵志故事呢 制作成本宣传就说了 用了一亿的 结果截至4月3日 全日总票房143元 全国一共的4个人 入场看这部片 全国4个人看 我计一计条数呢 平均每张票35元人民币 那显然呢 都是那些二三四仙城市 那些戏院 才有这么便宜的 有网民就评论了 这部片呢 故事逐套 制作粗糙 但是我又有疑问啊 全国首日上网只有4个观众而已 那些网民又怎么知道这部片是垃圾啊 我不明白啊 人所共知 吴京 一个人 已经累积了300亿票房 于是有人估计了 是中共这些洗脑伎俩已经失败了 以前那些党国不分 一枚宣传中共天下无敌那些自嗨电影呢 已经out了 事实上呢 中共也知道这个情况的 于是今年呢 就全力谷那些励志电影 希望取代爱国情怀 然后鼓励那些大陆人呢 不要躺平啊 个个要纳志 那纳志又做什么呢 纳志做贪官啊 肯定有前途啊 不是啊 现在皇帝每天说打贪 做贪官又要赚钱去买官 再赚钱升官 好了 顺利升官 想归本啊 如果突然间被皇帝移动了 那便一棵书凸了 哎呀 不要制啊 风险很大啊 制不过的 不要做贪官了 做个平民又行不行呢 一大敢做平民 做一棵韭菜 日日等贪官去宰割了 那也很不值啊 哎呀 想来想去算吧 反正找工作这么艰难 做人简单点就算了 做一个被人宰割都没有资格的躺平一族 那便最好了 行啊 所以啊 当躺平成为时尚 躺平可以减少被伤害 还哪里有人有兴趣去看荔枝片呢 例什么鬼子啊 那你可能会说 不是啊 和理哥大陆何岁片 热纳滚烫都是励志片 这部片大陆收34亿啊 但这部热纳滚烫的卖点呢 是女主角又大肥婆 就净减接近100磅 我们叫这些做变身片 观众是看着女主角又大肥婆 变成有人如线的 所以有话题便容易收得了 就正如张家辉那部《激战》 如果只是说一些动作设计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观众入场看电影 其实是看张家辉 如何收身收得这么干的 这类变身片 只要主角不是太认真 怎样都好都会吸引到一些观众 所以这类励志片是稍有不同的 其实大陆近年那些运动励志片已经不行了 大家别以为大陆人还这么蠢啊 现在大陆人对金牌的所谓爱国荣誉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沉迷的了 没有那么兴奋的了 不惜公本用人民的血汗钱 养一大班贪官 换几个金牌都不知道为啥 那些金牌得主有不少林老万景凄凉啊 有什么励志成份可言啊 现在大陆观众可能期待着以下这部大片上映 这部片就厉害了 那片名叫做《一个白鸽皇帝的丧生》 这部片真是万众期待啊 各位网友 我想你们都很想看的 有人就问了 喂 白鸽皇帝就是谁啊 如果你连谁是白鸽皇帝都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加入超公公的团队 一起去服侍阿里王子 第三单大陆新闻是关于李克强的 4月4日清明节 突然很多人 真是很多人 很多大陆人 勇去李克强安徽的故居 就献花悼念这个被心脏病死的李克强 我看的影片 哇 真是挺夸张的 真是很多鲜花 摆满了 摆满李克强的故居 有大陆人就形容了 去献花的人好守秩序 又不扔垃圾 还有义工由地铁站指示那些献花的人 如何由地铁出口慢慢走去李克强故居 这一波吓得中共马上动员各地官员 要制止所有悼念李克强的活动 另外有些影片看到有大陆人随便找个广场 找一块石碑想摆下束花 都被维稳人员制止 中共内部发出口头通知 严防政治煽动 有人形容习近平很怕出现六四的翻版 有媒体说超过三百万人去李克强的故居献花 这个数目我是有点点怀疑的 有大陆人说李克强做总理十年一事无成毫无建设 不过谁人都知道 他由day one做总理开始 已经被习近平架空了 李克强唯一的伟大成就 最伟大的了 就是爆响口说出全中国 有六亿人每月收入不足一千元 想不到一句真话已经足以令万民爱戴 死了都有这样的光环 其实无他的大陆人是利用悲情总理 去宣洩对当今八级皇帝的怨恨 当人民没有希望充满无力感 自然平凡人都变成了圣人 其实这样是情绪上的借题发挥 所以我从小到大很怀疑 为什么那些人会弄些种子掉下海去悼念屈原呢 其实屈原为当时坐过的人做了些什么呢 不过我相信有没有屈原这个人 屈原又做过什么呢 并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屈原背后的皇帝够坏 于是已经足以令人怀念屈原了 中国人的DNA就是这样的了 只是敢将情感投入一些没那么差的人 而没胆自己去做一个没那么差的人 是不是说得很深啊我 我经常觉得 不是人人有本事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不过如果你是欣赏顶天立地的人 至少你自己都做一个不会欺善怕恶的人 如果日日仰慕人家有勇气顶天立地 而你自己只是一只欺善怕恶的鸣 有什么用呢 第四单是大陆由于近市区的墓地就不够了 而城市墓地也太贵了 很多人是不够钱死的 不是应该是家属不够钱安葬先人 竟然有人将骨灰集合在一起 放在某些私人住宅 即是大陆人叫商品房那些私人房 一整整一下竟然发展出一个市场 就变成住宅区里面的骨灰暗 这条桥真是绝 大陆这么多空置单位甚至鬼城 这次鬼城真是给鬼住了 老实说一个市区一千尺的单位 间几百个骨灰位出来是很容易的 真是OK的 我当你三百个位每个月收一百元人民币 那里也三万元 而且怎么只收一百元人民币 大陆的《法治日报》就报道 我又觉得好奇 没有法治的地方有份报纸 叫做《法治日报》 《法治日报》就说 这样玩法是违法的 不过在大陆只要是财路的话 违法的事自然有方法商量它 这个《法治日报》就引述了 一个住在青岛的李先生所发现 附近几个单位都是用红砖封死的 一条线都没有 后来他就知道那些是城市骨灰暗 于是这个李先生快就搬走了 记者就问这个社区里面的保安人员 那些保安人员就说 哎不怕的 我相信没什么的 那些经营这些住宅骨灰暗的人 醒一下保安人员就不怕了 原来现在北京一个市郊的墓地 都要十万元的 还只有二十年使用权 兼且还要每个月支付管理费 所以如果先人肯屈就的话 不要住房子啦 不住房子 住宅骨灰暗的人 那就省很多了 而且那些家属又可以跟先人讲素了 先人啊 你保护我发财 我发财了 就可以换一间房子给你住了 喂 鬼叫我们现在窮啊 生人也好 死人也好 住宅骨灰暗的人 都不是很失礼而已 我之前出片说 大陆有些烂尾楼 因为起不了 还没建好 所以就不可以交给业主 但这些业主就已经要供楼 其实这些业主正确的说 应该是苦主 如果又要供一层 未入伙的烂尾楼 还要自己租屋住 负担很重 双重 于是有些人索性 入住一些 未完全建好的单位 而那些单位 根本是他自己的 只不过未建好 烂了未建不了 那我就想 这些业主 索性 用这些未完工的单位 搞城市骨灰暗 那又怎样 疏通一下保安 什么都可以了 在大陆 人骗你就是你骗人 骗下骗下 就是民族伟大复兴 最后一单说一下英国 就别说我只是嘲笑大陆 其实英国搞笑新闻 我一样说的 刚刚4月5日 英国泰晤士报独家报道 英国下议院 资深议员 还是资深的 阿拉格 他是保守党的 之前他想交友Apps 就认识了个男朋友 这位阿拉格是男士 之后两个人 就不断交换一些私人的物照 大家想到大概什么物照了 没多久 这个网上的男朋友 威胁阿拉格 要他交出个人资料 和国会其他议员 和同事的电话号码 这个阿拉格 因为有痛脚被对方拿着 所以就自己被迫信从 真的交出其他议员 和同事的电话 就以为这样对方就会收手了 结果泰晤士报发现 最少最少有12个男性 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 收到一个自称查理的男人 传给他们的私密相片 和调情信息 而其中两个国会议员 中了招 真是将他自己私密照片 传给这个阿查理 今年3月 警方收到有人报案 才揭发这组案件 又找出阿拉格 阿拉格就承认自己 因为软弱而伤害了其他同事 英国警方就表示 目前不知道这个查理 犯案的动机 也未抓到查理 目前案件就列为 恶意通讯处理 我看这个阿拉格议员 其实他的样子 真是很7 我的心就想 这个查理 不知道是什么人 如果是俄罗斯 或者中共 用美南计 这个阿拉格 或者阿拉格 这类议员 都肯定中伏了 所以香港那帮忠诚废物 固然是笑料 其他国家的议会 一样有不少低水平的民意代表 所以我这里奉劝各位 上了年纪的男网友 如果有陌生的美女 赞你温柔过李隆基 赞你英俊的超公公 你就小心 别说和理哥不提醒你 来到这里 也就是这句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面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很希望大家席进去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有Patreon Patreon的连结也在这条片下面 很希望大家加入我的Patreon 拜拜